台海情势备受关注 外媒《华盛顿邮报》指出 台湾致力于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却面临了兵源不足等等问题 导致无法进行像是无人机 或是刺针飞弹等等新式的训练 是不是台湾人不应该上战场 自己人打自己人啊 OK然后我就问 我们是打了赢吗 网红大力鼓吹年轻人别上战场 这不以台海战争为背景的戏剧 临日攻击 反映出台湾目前面临的困境 《华盛顿邮报》点出 台湾的国防转型 把义务役的疫情回归到一年 提升自我防卫能力 要让中共武力犯台前三思而后行 但现况是年轻人没有积极响应 人力不足情况下 包括无人机 红尊反装甲火箭和刺针飞弹等 新式训练通通无法进行 一个后备战略形成 它要有一定人数的基层干部 所以从基层干部能力的捕食 这一点就开始要做起 《华尤》报导引述的正是六月底 国防部长顾立雄的这段说法 至于该如何改善 专家给出建议 外面只称台湾的边缘不足 我想全世界民主国家都面对 类似的一个挑战 那未来可以透过科技部分 以自动化来降低人力的需求 首先是结构上的一个议题 也就是台湾少子化的结果 就是特别是在自愿意的部分 就会面对招募的一个挑战 从法治面 民进党立委陈冠廷提案修国安法 把讯息保护范围 从公务上扩大为涉及国安或公共利益上 若替中共发展组织 最轻从关十年 重罚以议员起跳 一面防止中共渗透 同时设法补足兵员 强化军备训练 记者林先生刘存为台北报道 行车纠纷 竟然当街拿油桶把人给打伤 两名骑士下班尖锋时刻 行进新北市板桥 因为征道差一点发生擦撞 双方火气都不小 先是口角冲突不欢而散 没想到下一个路口又狭路相逢 其中一个人忍不住了 就直接拿起铁制的空沙拉油桶 往对方的头部砸 把人打到轻微脑震荡 法院一审判决出炉 施暴的骑士被判拘以50天 得一颗罚金5万块钱 晚间下班时间撤水马龙 男子拖着好几个空油桶 完全没在管车子 直接穿过马路到对象 走到一名男骑士的旁边 才对话几秒钟 踏进高举油桶 往对方头部猛力砸下去 发生什么事 气到动手把停等红灯的其他人给吓坏 原来双方纠纷发生在前一个路口 西北市板桥区四围路这里很窄 周围又有不少的人路边聆听来买晚餐 两人因为针道差点撞上 按了声喇叭变成冲突导火线 当场不欢而散 不了下个路口又狭路相逢 男子气不过上前二次理论 不只动口还动手 拿起手边的沙拉油桶当武器 把对方头顶砸声 还造成轻微闹震荡 下班时间因为这边要买 买便当回家吃啊或怎么样 这边买晚餐的人还蛮多的 可能就是车子多的时候吧 平常大概车子大概流量 大概就是这样吧 这有可能构成杀人未遂罪 因为攻击的部分是头部 而且呢是手持凶器的方式 来做一个攻击行为 行车就饭互相争斗 火气太大拿空油桶来砸人 打完气消了下场是得背上行则 一声检疫庭依伤害罪判拘役 五十天得一颗罚金五万元 代价可不受 继续网上换号云新北长报道 周末加上暑假出游 有民众入住高雄的一间旅店 遇到了火灾的警报大响 一早被惊醒发现有烟味赶紧逃到一楼 由于是亲子旅店 看了不少孩子都吓坏了 后续业者说是厨房煮早餐 油烟太大 雾处警铃虚惊一场 旅店里里外外占了好多人 这位先生慌乱中 疑似忘了穿鞋 还有爸妈搂着孩子安抚 一旁忙着确认火灾广播主机 一早警铃大作 民众发文被火灾警铃惊醒 询问柜台说是误触 打开房门却有烟味 吓得往一楼跑 后续确认是餐厅主早餐烟太大 只是财力经惊魂中午又响 有够无奈竟是在测试 不解怎么不先广播 更表示看到不少孩子一脸惊吓 很不舍 事发在4号一早 发文民众说 餐厅在八楼 烟大到七楼都是 旅店证实是油炸薯条 油烟过大引起 暑假忘记当天进满房 旅店致歉也释出善意做补偿 中旺墾丁则是有民众 住到这样的饭店 洗个澡淋浴间积满水 直呼对比高房价 让人失望 饭店每年均会安排排水系统的一个疏通工作 那也会再次加强来检查各客房的一个排水状况 饭店临近沙滩 细沙流进排水孔 长期下来容易造成排水管慢 旅客未反应但加强检视 出油住饭店遇到插曲 心情难免受影响 记者柯成号苏世伟 高雄屏东综合报导 平克大鸟类生态研究室 以户外七架记录鸟类的行为影像 意外捕捉到了夜鹰在凯米台风期间 对抗风雨的画面 另外有民众是在肯宁大街上 看到大量的燕子停在电线上 密密麻麻的景象 也让他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意象吗 夜晚抬头看 直见整条电线占满燕子密密麻麻 真的是一味难求 燕子的数量多到让人惊讶 就蛮惊讶的 他会不会担心走过去被鸟粪攻击 就民众发文问这是什么意象吗 事实上现在是家宴南清季节 每年七八月恒春都会有 成千上万只的家宴过境 就会出现大量家宴拒绝的现象 另外平克大鸟类生态研究室 也意外捕捉凯米其间 鸟类对抗台风的画面 开米发威黑翅渊成了洛汤鸡 入夜后风势雨势增强 草销站在气架上 翅膀都被吹开快站不稳 另外也捕获到 在风雨最强的时候 努力揪住气架的夜音 直至台风过后 气架倒了一大半 但倒地的气架也意外拍到了足迹 透过这个气架就知道 原来他们是风雨停歇的时候 他们是会出来活动的 然后晒翅膀或者是想办法 在风雨中还要去觅食的这样的画面 野生的鸟类他们在台风期间的处境 其实也是蛮艰难的 针对受损的气架 研究员打算等到台风 浩发季节过后再重新架设 至于停过台风的气架 则盼能继续捕捉到 其他鸟类的生活影像 这首次我也在屏东的采访报道